大家好,我是小雨,欢迎来到缤纷娱乐秀 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您见面 我们会每天指示给各位带来最新的娱乐资讯 缤纷娱乐现在开秀 小战又上热搜榜《荣梦之梦》话剧演出 点燃了铁粉的狂野激情 众所周知,肖战作为当红顶流 隔三差五被刷上热搜榜 早已不是什么见怪不怪的事情 可是,有些不怀好意的黑粉 却动不动就说是肖战网络公关团队购买热搜 将肖战推上热搜榜 肖战走红凭真本事和良好的品德文化修养 赢得众多粉丝观众的喜爱和赞赏 肖战在《如梦之梦》话剧演出终演的《五号病人》 整场话剧演下来八个小时 肖战个人有一万多句台词 多个情景切换 很多时候都是他单独一人的表演 一镜到底,没有安音 这难度真的太大了 必须要在台词功底强大的基础上 做到情绪饱满 表达细腻,层层必进 引起观众共鸣才行 肖战的心情付出和努力 获得了同行前辈和剧评家的好评 那些说肖战运用网络公关团队 靠购买热搜走红 这完全是罔顾事实 毫无根据 如果肖战真是靠购买热搜走红 没有一点真本事 他也不可能会红到现在 更不会有源源不断的人喜爱他 许多粉丝观众看完肖战《如梦之梦》话剧演出 面对场外记者采访时 许多粉丝观众都说 肖战给众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且演戏全情投入 代入感太强了 演技也很棒 毫不夸张地说 肖战第一次上舞台演话剧 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对于一个非科班出身的明星 艺人来说非常不错了 在此之前肖战跟万芳老师 交谈过人生戏剧的话题 从那时起 就跟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 万芳老师的父亲 就是中国著名话剧大师 曹玉元明万家宝 当然 肖战平时在话剧排练时 也付出了心情的汗水与心血 更难得可归的是 肖战还找了中戏的老师 给自己做辅导 才在《如梦之梦》话剧舞台上 将饰演的《五号病人》这一角色 诠释得那么精准到位 并跟粉丝观众产生情感共鸣 在话剧排练那段时间 肖战在手机备忘录里 每天都记录着十多条信息 一有空就拿出来看看 今天有哪些事情完成了 哪些事情还没完成 肖战是一个做事 有规划 有步骤 精益求精 力求上进 并将每一件事情都做到极致的人 武汉工艺场首演莲花池式的座位设置 在肖战看来是一个挑战 容易让自己分神 一旦有个黄身 戏就很容易散掉 他形容演唱会的感觉是要及时互动 话剧对于我来说是要让自己孤独 所以必须做到不在意有粉丝观众 肖战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 19日的首次戴装彩排结束后 现场不少观众都对他的表演给出了好评 但他自己说今天不太满意 没有昨天好 那段135246的台词 虽然观众并没有听出来有什么问题 但下台后 肖战自己觉得还是有一点小瑕疵 不得不说 肖战《荣梦之梦》话剧演出 点燃了众多粉丝观众的狂野激情 让荷尔蒙丰尼瞬间升高 不过由肖战与许晴主演的央花版《荣梦之梦》话剧演出 粉丝观众看完甚是感动 耐人寻味 意犹未尽 可让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肖战《荣梦之梦》话剧演出 还被刷上了国外热搜 我就想问一下 有哪个话剧演出能做到这样呢 可是 美中不足的是《荣梦之梦》的英文翻译 竟然是《A dream like a dream》 这个翻译有点太牵强 没有完全传递出中文《荣梦之梦》的韵味 将中文翻译成英文 永远都会存在偏差 因为中西方的思想文化和行为 习惯本身就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央花版《荣梦之梦》在业界话剧中很有权威性 艺术水准很高 难度系数很大 然而 肖战能成功凭借该话剧演出上热搜 获得同行前辈和戏剧家的好评和赞赏 绝非偶然背后历经的磨难和考验 是一般人所无法想象得到的 许多瞎瞎在想 今年《荣梦之梦》话剧演出结束之后 是不是该放松一下 隆重举办一场演唱会和歌迷见面会 缓解一下粉丝观众朝思暮想的心愿呢 爱肖战就是趁年华还在 趁笑夜仍美 趁阳光还宁昧闪耀 结束每一个一成不变的日子 去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拥有更好的生活 要努力呀 为了想要的生活 为了人间的烟火气 为了今天的风和月 人生总是这样 你想要的心愿 总要到你不再指望的那一刻 才姗姗来迟 所以你别急 你要等 总有一天你会近距离看到肖战 并跟他合影留念 来个签名照 肖战微笑大片正在剪辑 四个代言接力守候 近日 肖战的四个代言发起了一项接力守候的活动 很有仪式感 也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层面的关爱和贴心 事实上 因为都是同一个代言人的缘故 所以凭借着这层关系 他们也能够有所连接 有所合作 而这些呢 同样也是我们粉丝们所吸迹看到的毕竟 大家吸迹的就是彼此 可以其乐融融的围坐在一起 和和睦睦互帮互助 这样的大家庭氛围 任谁都无法拒绝的吧 都是为了同一个人 也都是为了同一份感动 而肖战的这四个代言 我们也比较熟悉 分别是双旅人 被轻松 石头 以及Smile 四个代言的接力守候 就是如此 在一个无风无雨的日子里 悄然发生 错不及防的联动 恰是这般的情深一切 说起来 在此之前 我们已经见过太多太多两个代言合作的范例了 这也是娱乐圈中其他明星代言经常存在的协同模式 但是 像这般大方为内的接力 至少对小景而言 还是头一次见 而这也是代言多的好处 想想去年 不仅是安然 索性 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而这四个代言接力守候 也只是肖战所有的代言门内里的一小部分罢了 除此之外 这四个代言在接力的时候 还将发布文案的时间 进行了仪式感的遁守 从1005到1314 从1720到205 这四个时间点也都有谐音的内涵在的 也都在那一张又一张的海报上做了标记 连起来便是一生一世一起爱你 或一生一世我爱你 说起来 这还是来自肖战的另一个代言涛子的仪式感 不得不说 当初后者的官宣模式可谓屏蔽起惊雷 让很多粉丝见识到了何为真正的浪漫 何为真正的宠爱 最后 值得一提的是 肖战的另外一个代言 同样发布了一条文案 就是正在剪辑芯片 虽然一直在吐槽无法专心剪辑 当我们仔细看了那张附图后 才知道这个芯片的名字叫什么 战战微笑大片 换言之 肖战微笑大片正在剪辑了 不知道何时才能上线 真心值得期待啊 其实对于肖战的微笑 真的治愈和鼓励了不少人 哪怕是到了现在 我依然会时常想起 他在演唱会上的那惊鸿一面 从晋升到奄然 我一直念念不忘 每每念几次 我都会想到自己坚持写文的初心 谢谢你肖战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学 不要忘记了点亮订阅优兵的小铃铛哦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啦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